一個可未可 一個可哀親 都不漢人 我把我們琴凍昏滿 paper 即是有能解我的 愛繼續сп Artist 愛你的是原型的 mambo 有難過的愛的愛 怎麼想要我 風光著 不放了 不需要暗藏只好 不配合 為我的手好 為世界健康 我聲音有點沙啞 是真的 因為我好久沒有講這麼多話了 因為可能唱片宣傳的時候有平面媒體訪問 電視台訪問 電台訪問 然後包括我最近有很多現場演唱 所以加上天氣突然變化了蠻大的 所以今天我聲音有點沙啞 不好意思 之前都大部分做電影宣傳 電影宣傳通常沒有這麼多媒體的訪問 是比較集中在平面跟電視 電台比較不去上 然後現在電台有一個可怕的地方 就是要整點報時 還有就是每個季節的問候 每個節日問候 我已經錄到中秋節跟 錄到母親節 父親節 好像還蠻久的嘛 可能大家覺得因為我做唱片宣傳的機會不多 所以他們希望我一次把它一年份錄完這樣 所以講得我都 有啊 包括整點報時 24小時報完我都忘了我現在幾點鐘了這樣 其實我個人的演唱會 明年從二月在香港起跑 其實已經準備很久了 因為我這次跟五月天的班底合作 然後再加上 我的嘉賓樂團就是Magic Power 魔幻力量 我們大概 今年初就已經在彩排了 所以基本上都還蠻 準備的蠻充分的 因為我通常用那種笨鳥先飛的方式 這樣子比較能夠有充足的準備跟 十足的信心 所以我二月的演唱會基本上呢 整體來說就大概都完成了 接下來可能就還要準備 演唱會完要拍王瞳導演的電影 所以我要開始準備 去符合他要我的那個身形 我要再瘦一點這樣 基本上 我搭飛機的頻率真的蠻高的 我是很多航空公司的VIP就是 然後 大部分我在飛機上睡覺的時候 通常都不是睡得很好 因為我耳壓不太平衡 所以我通常都在那 想點事情或是寫東西 然後有很多空姐都很 有些時候希望跟我拍照 然後有些時候 就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有些時候在飛機上 通常我都是睡眼朦朧 因為有些時候要趕早機 或是說很晚睡 所以我通常要戴個帽子 戴個眼鏡 才能夠跟空姐合影 因為現在 有些時候他們會擺上微博 或擺上他們的Facebook 我很怕那個樣子 很難看 所以通常我都要注意一下 我的樣子才能夠跟人家合影 這樣子 我好像沒有遇到空姐 他們通常都說 是聽我哥長大的 我想想也是啦 因為他們現在都二十幾歲 我有些歌都差不多十年了 所以我要認真再唱一些新歌 給大家聽 不然的話這句話 聽起來好像有點距離 所以我認真的把這張新專輯 宣傳好這樣 基本上我覺得我體力還可以 只是說 我覺得最近真的 睡眠不夠的話 我發現還真是會有眼袋跟黑眼圈 我很怕我跟九孔一樣就糟了 所以我盡量跟公司要求說 通告不要排太早的 像今天我要很早起來 然後待會兒要唱歌了 其實壓力蠻大的 希望我將來不用去什麼 學校跟同學做早操那種 那種通告恐怕就很慘 因為我看到幾個歌手 有類似這樣的活動 如果說公司要排的話 麻煩前一天讓我睡飽一點 其實有些時候因為自己時間 比較忙 不是太多時間 留在台灣做宣傳 所以有些時候 他們通告排得滿 我也可以體諒了 然後另外 因為我 在跟主持界的朋友們都這麼熟 有些人會自己打電話來給我 我又不好意思拒絕 所以我就盡量能夠把宣傳做好 我就 撐一下吧 我沒有算 他們說我這個禮拜大概四十幾個通告 我也覺得滿可怕的 不過沒關係 如果說能夠讓我有機會 推薦我的新專輯 然後讓我唱歌 就唱到賞是牙的也要唱啊 哈哈 哈哈